一起来关心区里间的消息 陪伴新兴区居民将近30年的中校公园 是永宁里内唯一块的公园绿地 而公园使用至今原本年老失修了 但是好消息是 在明年中校公园即将要进行整修工作 到时原本在公园外围的栏杆 以及公园内的部分树木造紧石头 将会进行移除 预计将会以不一样的面貌展现在大家面前 围栏内草木横生 陪伴新兴区居民将近30年的中校公园 因为数多环境家附近还有图书馆 是这一带居民运动休闲或是遛狗散步的好去处 这里晚间有园局五 就是我们社区里面的 还有太极拳 他们都有在这里教 他们来设立这个图书馆 夏天能睡能去看报纸 学生可以窒息 黑板树高高处立在公园内遮阳绿印 在树下法权运动好不惬意 不过黎杖也表示 这个公园明年将进行整修 包括这里的黑板树 因为根浅容易倒 刮风时孔酿成灾 预计在明年整修时移植 同样的还有公园外围的栏杆也会一并被拆除 到时将会令设方便老人行走的栏杆作为辅助 因为树多 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地方 只要一下雨的时候 这个树干很容易就整个垮下来 那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压到 那么这个老旧公园因为长期以来 这个水沟里面的排水系统 被泥沙堵住 被树叶堵住 那么也慢慢把这个公园的这个排水 这个问题变成会有 只要一下过雨之后 会有某一些地方会有积水 陪伴这处居民将近30年的中校公园 是许多附近居民的共同回忆 明年这个公园即将进行整修 除了这里的水沟要更换排水系统以及清疏 包括随处可见的大石头也会进行迁移 预计明年将以不一样的面貌呈现在居民面前 港都新闻旅综艺吴雅婷采访报导